你知道 希泽烈没有回答他 而是突然抓起了他的手 把他摁坐在了沙发上 明锦伯纯 沉默地拿出了 他刚才给赤恩恩递的袋子里的东西 里面居然装的是软膏 赤恩恩正了一下 看着他沉默 但是强势地拉过他的左手 目光沉溺在他被利北决失控 捏得亲自的手腕上 痛不痛 赤恩恩总觉得这个姿势太暧昧了 希泽烈问这句话 给人的感觉也太暧昧了 他下意识地要抽出手 一边尴尬地说 没什么 利北决没有真的用力捏 他只是有一点情绪失控 利北决的确没有真的下狠手去捏 不然他的手腕就不会只是轻紫 而是伤到骨头了 至于他的手腕看起来很吓人 赤恩恩知道 这个和利北决用多大力气 其实没什么关系 是他的皮肤太小气了 稍微用点力气就会留下痕迹 所以他的手腕只是看起来触目惊心 实际上并没有受什么伤 反正还没有离家出走的男人走之前 狠狠地砸在墙上那一拳伤到的手严重 西泽泽烈的桃花眼 迅速地闪过了一丝不渝 鸣紧了脖唇 一眼不发地攥紧了他的手 不让他动 温和地开口道 别动 我帮你操药 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都是很温柔 但是就是有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魔力 痴恩恩皱了一下眉头 抽不出手 也不好意思硬去抽出来 只能是让他帮忙擦药 不过他整个人一直都是心不在焉 就连西泽烈什么时候帮他擦完了 他都没有注意到 西泽烈帮他擦完药之后 把药膏装进了口袋里 说道 我问了外科医生 这个药膏对淤青效果很好 虽然味道难闻了一点 但是坚持早上晚上 偷擦上一次 两三天 你的手腕上的郁庆 就会消下去的 痴恩恩接过了带子 还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勉强地说了一句 谢谢 西泽烈不是眼瞎 看得出来 他现在没心情和他说话 站了起来 说道 恩恩 你的脸色不太好 先休息一下吧 我还有事 先回医院一趟 他顿了顿 又补充了一句 你先休息好了 再去医院 也没有什么事 我会让人看着 诺诺他们的 你不要硬撑着过去 不然他们看出来了 反而会担心 诺诺年纪还小 也许什么都看不出来 但是持宝贝的年纪不小了 又聪明 持恩恩要是现在过去 他肯定能够看得出来 以持宝贝的行动力 只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情来 持恩恩也是这么想的 点点头说 好 然后跟着站起来说 我送你吧 西泽烈忍耐地看了他的脸庞一眼 桃花眼里 仿佛有什么他看不懂的情绪在流转 他没有说话 而是先往下面看了一下 他的手腕上触目惊心的伤痕 再看过去的时候 眼睛里已经多了一份坚定 西泽烈悄然地握紧了拳头 沉默地说道 不用了 我的司机在外面等我呢 等你休息好了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先休息吧 什么话 你先休息吧 等你好一点了再说 他不想说 持恩恩也没有揪着不放 嗡了一声就把他送出去了 一直目送着他上了车 车上 西泽烈坐在后座 司机回过头 注意到他脸上的伤 大吃一惊 烈少 您的脸 西泽烈伸手擦了一下 脸颊上的伤痕 漂亮得如同天使一般的面庞 表情冷如冰霜 让人看不透他在想什么 不用管 没什么大事 是 烈少 司机再担心 他都发话了 也就不敢再废话地问 烈少 我们现在去 回酒店 他既然已经做了决定 不管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他都不想让他喜欢的女人 有一丝一毫受委屈的可能 所以他必须要给T国和外国打个电话 不把两边先解决了 他没有办法对持恩恩开口 是 烈少 车子平缓地朝着琉球最大的酒店开去 别墅里 追出去的货益很快倒回来了 不过只有他一个人回来 持恩恩虽然早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 但是看到只有他一个人回来的时候 眼神还是暗了一下 霍益陪着他找了一个晚上 也都看到了持小姐最后发火的原因 所以看到他脸色苍白的样子 持小姐 丽北绝没回来 对吧 绝业正在气头上 他想一个人走一走 等他的气消了 他自己会回来的 霍益睁着眼睛说瞎话 持恩恩怎么看不出来 他是在安慰自己 从丽北绝撂下狠话 答应分手开始 他就知道丽北绝这一次 不会轻而易举地回来了 霍益大概也觉得气氛太压抑了 想了想说道 持小姐 绝业刚才说的分手的话 你不要当真 他那个就是说气话 您了解绝业的性格 他是真的喜欢您 说出那种话 他比谁都难受 您不要放在心上 持恩恩抿了一下嘴角 明眸看向他 我们是分手了 他都说了 这种就算是分手了 霍益张了张嘴 持小姐 持恩恩现在不止是小腹痛 头还晕 他难受的呼吸都是冷空气 实在是不想再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了 他勉强扯动了一下嘴角 对霍益说 我知道霍益家想要跟我说什么 但是我现在太累了 我想去睡一觉 霍益想起他还在来大姨妈 话到了嘴边就变成了 好 吃小姐先去睡一觉吧 绝业那一边 绝业那一边我会联系的 持恩恩可有可无地点了一下头 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点完头表示自己知道了之后 持恩恩疲惫地回了卧室 关上了门 回到只有一个人的房间 他紧绷了一天一夜的神经 才稍微地放松了一点下来 小腹冷 心里更冷 他在床边坐了一会儿 就进了浴室 哗啦啦地洗了一个澡 换上了睡衣和卫生棉 持恩恩掀开了被子 头重脚轻地躺了上去 他本来以为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会睡不着 然而他太高估自己的身体极限 不过转眼 他就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